日式木造建筑配上200多坪的日式庭院造景 还有多颗超过百年的巨木 拥有105年历史的云林湖尾堂场 第三公差宿舍古色古香 经过变身之后 这里成了欣赏古迹 感受艺文习气的好去处 摆设看起来很古色古香 然后就是好像回到四五十年前那个样子 感觉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然后就很想在这边多待 多停留一点 因为它实在是非常珍贵的古迹的日式的珍品 所以很多人我们来讲解完之后 其实他们就一直会拍照 然后坐在这边 然后跟这边的一花一树一木 然后来这边讲他们以前 长辈虎伟堂场的故事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创造这样的一个记忆 公差宿舍是日志持习航厂的招待所 也是当时员工出差时可以短暂住宿的地方 第三公差宿舍全部都是木造 空间与布局精美是日式官舍的重要典型 云林县政府在2009年公告为限定古迹 希望它能够完整地呈现古迹的状态 所以基本上我们没有改变它太多 我们就尽量让这个环境原来的样貌能够保留 所以我们做了没有过多的装饰或是破坏它 所以做比较多工作大概就是打扫清洁的工作 百年宿舍摇升一变 室内成了文化艺术场馆 可以提供给艺术家注点展示作品 活化后的古迹让民众回忆历史 也细细品味艺文创作 新唐亚太电视廖立芬 台湾云林报道